大家好,我是西娃,应观众推荐 今天说一个柯南英荣晚在的案子 虽然他不在,但他无处不在 这天,尊战队的三小只走在路上 走了五分钟都没出现案件 于是一个无聊,不禁感叹起 不知柯南此时在做什么 原来这个时间线里柯南去新加坡拍剧场版了 所以暂时不在 其实你们不用这么严谨的 毕竟半年的时间都远一千多几了 但博士只告诉三小只柯南去北海到了 这让原态猜测,柯南一定吃了很多好吃的 想着,竟掏出了一张船单 说趁柯南不在,要不要去这里玩 原态是懂客观规律的 知道要趁柯南不在才能好好玩 只见船单上市米花亭农贸 地点就在这个米花中央公园 届时农民们会把自家种的蔬菜水果拿来卖 还会有很多三车 其中小学生可以免费吃 这是个危险的设定 不美追到,似乎还有警方的活动 只见木警官写心有皮肤 官方警服,开灯在船单下方 严肃的模样,三小只险些没认住 原来,这个农贸节还有木警官演讲 以及警示厅表演的乐队演奏 真是警民一家心,警民于水行 最能同期乐,性能继续摸鱼 三人准备一探 这时,一旁传来争执声 只见两男一女在一辆餐车前 似乎在抱怨上 短发哥,短发哥说 东西送不到了是怎么回事 要知道其他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粉发女阿美说 你声音太大了啦 长发男长发男的解释 是配送圆弄错了,没有办法 大家先别急,大不了放弃 那怎么可以 阿美认为不能放弃 他们可是准备了很久 如果东西实在送不到 大不了现买 这让短发哥都冷了劲 说而且时间还来得及 我们还可以努努力 于是阿美也来了劲 没错,我们就按照计划 让这里炸开花吧 一番对话 让三小只停在耳里 尤其是最后一句 你们听到了吗 嗯啊,他说要炸开花 难道说,八个蛋 三小只做出了合理的怀疑 毕竟又能炸又能开花的 不是炸弹,难道是樱花 激动的声音引起了旁边三大只的注意 短发哥寻声走去 可惜三人躲得及时 还会隐身 这两队拥有随便找坏草舵 就能隐身的能力 客难更是持续一个花瓶 趁短发哥走远了一米 三小只又开始讨论 讨论他们的动情 官员只说 这只是个普通的农貌节 有什么好炸的 官员表示 有点追求不是 可能在独想让迷花的农貌 也退步十年 野心还是挺大的 思索间 三人聚焦到了船单上 一个熟悉的老脸 很乱 米花中央公园热闹了起来 重餐车都已投入准备 这两三小只愈加不安 官员提议报警 但不美云他认为 警察不会相信 是谁这么不懂事啊 这种低级错误 其实应该很久没人犯了吧 不美不禁想起了柯南 这个时候 如果他在就好了 就在这时 不会是不美啊 你注意到了问题了 柯南出现眼前 一撑着的声音 金鱼鼓励 就是透明度有点低 边缘还有余话的痕迹 原来是柯南 没有荡心也要全情 所以只好写灵 只见不美眼前的柯南 一如往日自信 却向他举起二指 淡淡告诉不美 此刻你们要做的 就是想想 要如何让警方相信你们 好像只是了句废话 但好在提供了个方向 不美小作转达 我明白了 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让警察相信我们 这下把问题 证给了光艳 于是光艳面露难色 哭到简易不甘心暗叹 虽然不想承认 但这个时候 柯南在就好了 米花形势之严峻 也让米花一日不可闻柯南 他带来了兴风血雨 却不负责的 说缺席就缺席 把这糟糕的世界 伸给我光艳老弟 幸好这时 此时的声音再次出现 原来不止不美能看到老柯 只见柯南 虚着身子 亦出现在光艳面前 虽然德性和口气 极尽装逼 我来看我靠你 光艳老弟 警方在搜查时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光艳不自信的回答 兴许是证据 哎呀 你不是很清楚吗 看来光艳内心 还挺期望柯南的认可 毕竟他眼中的柯南 反映的是他的内心 怎么可能真的是柯南写灵 柯南云以肯定 想要警方相信 就要拿出证据 在米花 包括涉及炸弹的警 还要自己找证据 这让光艳大喜 一座穿达 这时 之后的三人 突然要分头行动 说一小时后再碰头 这让三小只也突然紧急 幸好瞧的是 他们也是三只 于是光艳提出 对他们进行分头跟踪 一人跟一个 可是柯南叫你们 不要擅自行动的教诲 是一点没听进去 元太有点不想去 这当然不是因为 他有听进去 而是因为 我的肚子饿了 可是 毕竟元太一开始 就是冲着吃东西来的 就在这时 元太啊 只见元太眼前 也出现了柯南 只不过不是方才的神才飞扬 这个柯南毛发大了 模样矮小 老实把娇 只见他告诉元太 如果抓到那些炸弹饭的话 警察会请他吃好多东西哦 而且不眉和光业 也会觉得你很可靠 知道吗 感觉这个柯南最OOC 本柯南纯属虚构 如有雷桶 纯属巧合 如有后果 该不负责 元太也被说服了 赛人决定开始跟踪 与此同时 高木和佐藤也在公园 在落实安保工作 然而对接着 高木却感觉 有什么东西在附近 石打石的三小只 他肯定认得出来 所以高木可能真的看到了柯南 飘来飘去的那种 画面一转 元太正在跟踪长发男 结果我一个着急 走得比长发男还快 怎样甩掉自己跟踪的先影 跑到跟踪者前面去 这时柯南还要加息 只见柯南薰影又出现 这代毛真的很没惊人 老柯定住元太离原点 随后又提醒元太 不要紧盯着目标 而是记住他的特点 这样才能更从容的跟踪 好基础的叫声 可以说一点干货都没有 只见长发男进了超市 买了点东西后就离去 元太有点疑惑 柯南就告诉他这全是毅然物品 元太这边的柯南画风好睿智 但是给出了提示 却竟然超出了元太的认知 有点魔幻了 当然又可能元太本来就知道 这些东西是毅然物品 只是想要是在柯南长期干涉下 失去了自信 以至于基础的知识 也要画柯南为信仰 在一旁提醒 与此同时 布美这边 只见布美跟踪的阿美 进了一家名叫玛丽娜的新加坡菜餐厅 布美跟着想进去 却发现门已繁锁 这阿美居然有随手锁门的习惯 果然是个老手 但布美也是个内行 立刻跨去了 棉花人很爽灰色的后门 然而刚下莫巴省 门后的厨房里 就传来阵阵磨刀声 磨刀活活像棉花人 当然也不一定是磨刀 也有可能再听人 布美怂了 却步之时 柯南再次出现 以惊喜温柔的声音告诉布美 得救不 我在你身边 嗯 布美要是出事了 柯南要不要负责 所有人家私闯疑似有案件的地方 最新也是个私闯后厨 布美静止走近 确解后厨一片狼藉 一进来就踩到了东西 幸好柯南又有出现 让其安心 这次是真词神啊 随用人家朝危险行径 于是布美又来了勇气 大步流行 自信前行 果然很快发现了阿美 不过也被阿美看到了就是 只见阿美手拿菜刀 身上和刀上都沾着红红的液体 这么红 肯定不是血迹 众所周知 从某一年开始 柯南里的人类血迹 就进化成黑色的了 布美发出尖叫 布美冲动了 不应该相信幻觉的 真可能早就挡住你 自己冲进去了 另一边 观叶在跟踪短发哥 不比原态和布美的节奏混乱 他显得从容得多 估计没少锻炼 只见短发哥进了一家餐厅 静止坐到最里面 他很快也换了个外面的位置 这次刚落座 就接到了个电话 说了几句 便离开了餐厅 来聊了餐厅隔壁的烟草店 这让观叶很失不解 幸好柯南阴魂不散 还小开嘲讽 哎呀 我原本还以为 你的能力会再强一点呢 看来柯南平时的正常发挥 已经伤害了光叶幼小的心灵 光叶甚至觉得是打击和嘲讽 最终于柯南让他冷静复盘 于是一直对老柯不服不行的光叶 也不得不梳理了起来 于是有点水平让他很快 苏嘎 光叶想起 短发哥原先的周围 靠近新烟去 他是看了一下牌子 才换到外面的 也就说他讨厌香烟 可是随后他却去了烟草店 光叶忽一看去 却看到短发哥拿了一包东西 淡淡离去 光叶来了斗志 又坚定跟了上去 然后经过一个拐角时 心急的光叶一个心急 哎呀 撞到了短发哥的膝盖子 原来短发哥早就觉察到了光叶的跟间 特地跳到了拐角 手术待焰 要瘦了 竟然只有元太也没被发现 所以说只有元太的跟踪有水平 直接跑到人家前面去 远谁也不会觉得那是跟踪 话题一转 龙茂节这边 警察听正在如火如荼的排练 木屋警官坐着C位 温若泰山 众所周知 刑警一般都是便衣 这种制服款木屋警官 这是有一面是一面 是珍藏版 给大家两秒钟截屏 与此同时 这件光叶和短发哥 不止何时来到了公园 死者正在参车前对峙 或者你们从那个拐角开始对眼 一直对到了这边 这件跟踪被发现的光叶 仅丝毫不怂 直接到来了他们听到对话的事 问短发哥要怎么解释 短发哥眉毛一说 哈哈 说个你嘻嘻哈哈 短发哥表示 原来如此 让这里炸开花 听起来确实像是我们 暗制了炸弹似的 光叶有点惊醒 难道不是吗 这时长发男也过来了 尾随者一个圆太 但看到光叶已经在对峙 圆太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冲到了前面 小心啊光叶 那个长发男买了很多 色拉油和人气罐 他们一定是要拿这个做炸弹 先撞 短发哥给长发男 耳语了几句 干出了来龙去脉 然后就硬起太郎的笑了起来 二人解释 这是个误会 他们今天 其实打算在这卖招牌鸡肉饭 瞧 这是我们的餐车 短发男表示 那是一道新加坡名菜 也是他们仨工作的 马尼达餐厅的招牌 今天拿了这来卖 就是想做个宣传 长发男也解释 炸开花指的是大卖特卖的意思 解释还算合理 可惜此时 进入条才只过了一半 而误会却以被如此平缓的方式揭开 我有种不详的预感 原态恍然大悟 原来是鸡肉饭啊 听起来还怪好吃啊 还是光叶继续滋味 询问短发哥在烟草店买的是啥 结果短发哥直接掏了出来 原来是一大宣传单 短发哥解释 因为他们下单晚了 以至于要临时去餐厅 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但打印的朋友说 鸡方在烟草店了 这时 不美跟着阿美回来了 其中阿美推着一车动动 不美单单跟着 很是和谐 不美告诉二人 他们可能搞错了 原来刚刚撞到阿美时 阿美是在厨房切鸡肉 就说红色的怎么可能是人血 对小孩子心灵伤害多大 然而光叶仍是疑虑 仍在幻世 而幻世中的柯南 一鼓励他跑根问底 于是光叶继续问长发男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色拉油和燃气罐 长发男解释 因为届时还得做一些加热之类的活 接着短发哥也表示 他们开始时的争吵 就是因为忘了带色拉油和燃气 还好最后临时买齐了 虽然多花了钱 但赛然认为 只要认真做 鸡肉饭一定会大卖特卖 若是诚恳的发言 于是一时间 原来幻世柯南 克兰表示 我没说过 我只说过 喜欢福尔摩斯的一定不是坏人 光叶幻世柯南 不美幻世柯南 真的要选择相信他们吗 你不是还有件事要确认吗 原来不美仍有友谊 那就是 要他们做一顿鸡肉饭 既然在餐厅工作 就肯定会做鸡肉饭吧 三人有点吃惊 但随即 于是默契表示 那就给你们做吧 我觉得此刻已经有种过分自证的可疑了 不过今天小学生来时 本来就不用付钱 很快 三份鸡肉饭送了上来 分别是肉盒饭 跟想象中很不一样 塞然解释 这就是新加坡风味 三药汁果断品尝 你们就不怕被灭口 结果味道真的很偶一型 确实是有实力的 克兰们纷纷消失 正所谓吃人嘴软 三人更是卸下质疑面具 纷纷道歉 往复之后 光业还不忘道歉 袁太怒点好评 唯有不美 仍有一个音律要问 三人表示 我们的耐心要用完了 马上做招牌包仔饭 不美问三人 为什么在餐车上贴一个大猩猩 厂发男表示 这是因为他们喜欢猩猩 阿美更是补充 上周他们还去看了猩猩了 算而知 这才新满一族 淡淡离去 刚走开 就遇到了高牧警官和左层警官 不是去由你们俩关注安保工作 难道要把安保工作全部交给警察 正案队到来了白嫖到新加坡鸡肉饭的愉快经历 感染到了值班的高牧小弟 高牧不禁感叹 那三人的餐车也好可爱好花哨 还贴了猩猩 三小只抢答说 这是因为他们都喜欢猩猩 平时杀鸡之余还会出去观形 这让左腾脸色一变 马上离去 宽没软 马丽娜餐车里三大只脸色一变 自助起了三小只 他们真讨厌 说着就从传弹袋子里拿出了一个炸弹 原来他们心口如一 他们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要把这里炸开花 长发男有点担心 担心炸药的量会不够 短发哥让他放心 炸药爆炸就能引燃车里的汽油 油箱爆炸就能引燃车上的色拉油和燃气 到时还不哑哑哑 真是会过日子 只要满意小碗 就可以产生N吨的力量 阿美也十分侥幸 本来还以为做不成了 爆弹都没发现了 我都没发现了 你永远不知道 米花配送员这工作 承受了多大风险 所以你们生气没有及时送到 只好现买的是炸弹 炸弹是可以现买的 而三人知道爆炸的目的 竟然正如森耀之一开始所猜 这次他们一定能玩球 竟好这时 木警官瞬间赶到 你刚才说我会怎么样 接着时候冲出千军万马 当场逮捕了三人 没收了炸弹 木警官一也认出了他们 原来七年前 三人曾筹划打劫银行 正要闯进时 被木警官拿下了 判了七年 有道时 时间会将人改变 这次出狱 他们的目标变成了木木警官 又被拉下了 抢劫未遂 又炸木警官未遂 这个水平 三米花还是做个好人吧 主张解释 三人先是打击了马丽娜餐厅 原来还是有整出名堂的 接着批店员 帮他们做好筋肉饭 完事就残忍地把店员 关到仓库里去了 脸都看到了 居然没有灭口 看来杀木警官只是目的 不是手段 他们早已准备和木警官共存亡 刚好补充 他们仨是在地下交易网买的炸弹 就是说直接在信上买的炸弹呗 交货地点则是烟草店 但与烟草店老板无关 他不是蒙在鼓里 他只是比较懂事 做炸弹的业劲成功逮捕 断话个愤愤不平 你们甚至还特地准备了鸡肉饭 所能解释 这就多亏了几位小侦探了 你怎么直接说出来了 三人下次出于又要换目标了 你们好像不知道 这辆车商的星星 是什么含义啊 原来在日本 美国有米表示 俄罗斯有鹿表示 而新加坡就是星星 三人在新加坡餐厅工作 却不知道这一点也太奇怪了吧 哦呀 这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这不是告诉我们 聊多就会聊爆 如果没聊爆 迷述聊得还不够多 哦警官感叹 就了明明啊 在中国这叫再生父母 最后三小只走在路上 想念着克兰 回味着鸡肉饭 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立了功 也就是说有时候发生了案件 他们还不知道 所以实际上清理的案件 跟拍出来的相比 可能还要翻译一番 信思控制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